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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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而小雅找上了他蓝眼铁柱 四人在教室里讨论老师的事情 可不良少年铁柱带着他的小女友闯了进来 说小客在胡言乱语 小客才不是人 正好生物老师也在屁股后 铁柱天真的告诉老师说 小客怀疑学校的老师不是人 听完这话老师将窗帘给拉了下来 然后企图将小客一伙也变成了怪物 好在紧要关头 铁柱用嗨粉扎进了老师身体才将它消灭 逃出去的几个人难道铁柱家商量对策 原来铁柱背后工作是卖粉的 他们也得知了怪物貌似害怕嗨粉 所以赶忙加工制造嗨粉 此次如画告诉所有人 按照他以往看的科幻片 只要将Boss杀死 所有人就能复原 于是这群毛都没有长齐的孩子 就想担起拯救世界的重担 在情况前 他们让所有人都试一下嗨粉 看当中的人有没有人是怪物 却没想到记者小雅早就变异了 他毁了实验室然后逃跑 剩下的人手上嗨粉数量并不是很多 但他们还是来到学校寻找Boss 天真的他们以为校长官大 所以应该就是Boss 可后来是他的校长却发现 所有人并没有还原 手头上的嗨粉已经快没了 铁柱带的小女友和卤花聊天的时候 却突然袭击了卤花 原来Boss是这位小女友 她很快就变成了自己的本体 可恢复本体貌似就失去了人类的智慧 拖着笨重的身体被一群人给KO了 所有人全部恢复原状 甚至连死去的人都复活了 故事结束 这部电影说实话我感觉真的好扯淡 要不是冲着这部电影的名字 我估计都不会看 但据说这部电影是很多人童年的异应 看完后表示确实让人挺不舒服的 尤其是看到家长不相信小课说 学校有怪物的那段 有时候家长总是觉得我们懂得不多 我们还小 却不知道我们其实已经长大了 现在的学校生活 其实就犹如一个小型社会 为人处事我们多少都懂的 并且大多时候我们说的话家长都不相信 但老师说的话却继续纪念 认为我们小孩说的话都是为了解释辩解 想想还是挺心赛的 更多精彩视频请关注少年电影 那咱们下期再见